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年級開始 因為爸爸 爸爸也是大大小 一年多 快兩年 就是從小跟著媽媽去比賽 然後從小看到打 然後覺得就是 覺得很喜歡這個月 大概 四年吧 一開始因為哥哥打 然後後來自己接觸之後 就蠻有興趣 三年級 三年級大有興趣 就覺得好玩 所以就幫我們參加球隊 然後就越打越有興趣 我在練興園的時候 成績是很輝煌的 從永信杯就是冠軍 到後面的球賽都是冠軍 現在屏東縣的球隊太多 然後加上 很多人都認為說 我們就是在附近升學打球就好 就打到興園國中去 其實來興園也是 因為剛好那時候 教育部也在找考上的教練 考上了以後 我家就在南部 這時候是離我家最近的 所以我就回來了 因為來了以後 我發現到 小孩子的條件都很好 包括 其實他們的求職率都蠻高的 那相對的 以當一個教練來講 會覺得說自己真的是不足 可能要去充實 然後才有辦法去應付他們這一局 所以你們每天都是吃老師買便當 有時候 老師會煮喔 對 那老師煮得要吃嗎 好好吃 不好吃會跟老師講嗎 不會 不怕我自己會愛上你 不敢讓自己靠著太近 想念只讓自己哭了自己 愛上你是我情非得意 好愛我 廖場 起碼 一步一步 起跳 愛這個時候 的 Dank ned make 出alar orship 我相信我已經快要把你忘掉 更寂寞再和好 我拍手 不知道我為什麼很相信 雨也在跟隨放開刺動的滋味 天空不再怕天明 我想只是害怕心 好笑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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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拜拜 拜拜 第六名就愛了 那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教聖不多 我們三年級才三個 三年級才五個 然後我們一年級的來得多 那等於是一年級的落差是比較大的 我們今年的選手不高 可是求勝的慾望蠻高的 對對對應該就用那個融合度還不錯 因為我是女排那邊過來 我倒覺得帶女生會比較細膚的一些動作 在男排這邊我會把細膚的動作要求 包括球的速度 這邊差的動作 包括一顆球 你知道怎麼接 會要求比較細膚 有一些會覺得很多說 這球接到就好而已 幹嘛要求那麼多 可是你會希望說他能夠做細一點 就一直打不好 然後受傷 膝蓋跟手 到老師或者是媽媽爸爸講 他們都在鼓勵我 就想一下別人 也有瓶頸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走過 或什麼東西 就一開始就都跳不起來 太胖了 直接太胖了 然後就跳不起來 然後就一電就很喘 然後就減肥了 減一下 其實 160 就是 畢竟我是他的小孩 我就是不能比別人還要 然後就是放鬆之類的 所以要更嚴格 有時候有些人明明就站得比較高 然後我已經有蹲距了 有時候老師會就是 一直叫我就是再蹲蹲 就會一直蹲蹲 就會比較不開心 可是就是心底下也講就是 他是對的 像有一些我就覺得 我去叫人家不要這樣做 那相對也應該要做到 就是一個最基本 人家說教練的小孩都這樣了 那你怎麼去教學人家 然後這一點還大部分做到 不會自己邀請一下 最後一點 以前都覺得 一年就是一個人生 每年就是從九月開始一直打 打到聯賽結束一下 只要聯賽超人打完 就會生病 把學妹帶好 然後把他們推上 國攻夾擊聯賽的紅冠 最大的目標應該就是 聯賽冠軍吧 就盡力 做好最好 跟大家一起 打到目標 就不球成績 他鼓勵講 就是說最後一年都要拚 一年最大的目標就是 從關亞軍 聯賽決賽的比賽 那今年新的賽季當然是希望 就是不要得到 全國的前六強 一直多麼經驗 也許到聯賽後伴鬥 希望說 這比他們最佳成績 我其實有讓人鼓勵說 你們如果打到冠亞軍 就帶你們到很遠的地方去 出國啦 也是鼓勵他們 希望今年有這個機會 有幸飛 加油 好 謝謝 四十五屆有幸飛 我們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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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